2017年9月,经营饭店的黄女士在厨房打扫卫生时 被厨师砍下来的小小舌头窜到手边咬了一口 很快,她相继出现手指发麻,四肢无力等中毒的症状 索性最后送医及时,才得以脱离生命危险 事实上,类似这样被斩首后的舌头咬伤事件并非恶利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黄女士这么幸运 通年7月份,佛山一位厨师在宰杀眼镜蛇做肉汤时 被砍下了20多分钟的舌头,跳戏咬伤 最终因蛇毒发作,不幸死亡 为此,民间很多老人都会告诫 在宰杀完毒蛇之后,一定要把舌头埋掉 而这种做法,在一些经验老道的师父中也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 看到这儿,可能很多人都会疑惑 为何舌头被砍下来后,还能够跳下来咬伤人 甚至能使人致死 一个小小的舌头,到底有多大的杀伤力呢? 一般来说,生物的行动能力受中枢神经的控制 但不同生物中,中枢神经所分布的位置也有所不同 高等生物的中枢神经基本位于大脑 而低等动物则是在各个器官和身体上 人作为高等动物,其中枢神经就位于大脑处 一旦人的脑细胞死亡,大脑也就随之停止运作 人就无法完成任何动作 但蛇并不一样 蛇属于一种低等生物 除了头部外,中枢神经也遍布在身体各处 因此,即使蛇头被砍下,它同样也有行动能力 对外界的刺激做出反应 在察觉到威胁时,蛇头同样可以蓄力咬住对方 曾有科学家为此做过一项实验 他们把眼睛蛇、响尾蛇以及金环蛇的蛇头砍下后 分别置入容器中 观察蛇头,何时失去活境,彻底进入死亡状态 结果发现,在前20分钟 它们依然具备很强的攻击性 20分钟之后,眼睛蛇才逐渐失去活性 在这个过程中,金环蛇的活性维持了最久 接近半个小时 由此可见,蛇头即使被砍 也不妨碍它们能够继续伤人 值得注意的是 关于蛇头的活性时间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数 若在天气寒冷的情况下 蛇头存活的时间甚至长达5个小时 但单纯被蛇咬伤是小 最可怕的还是毒蛇的毒液 蛇类的毒液一般都在毒线中 而它们的牙齿又正巧是一个中空导管 既有储存作用 也能够在毒蛇发起攻击的时候 迅速补充毒液 一旦蛇头被砍,牙齿上残留的毒液 在一定的时间内也仍具有活性 换句话而言 毒蛇即使被砍 一定时间内,蛇头也存在毒性 一旦蛇头出现了神经反射 咬伤人 毒液便会通过毒牙注入人体内 最后导致人类中毒 也正因为如此 采用了杀死毒蛇后 要把蛇头埋起来的说法 其实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蛇头跳起来伤人 所以 若真不幸被蛇头咬伤 千万不要掉以轻腥 一定要及时注射相关血清 以免延误了黄金救助时间 随着人类的滥杀和环境的破坏 很多野生蛇类 目前都被列入了保护动物 以及三有动物行列 所以 大家还是不要随便地捕捉食用 以免触犯法律 也让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对于埋掉蛇头的做法 大家觉得 是否有必要呢